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升任整个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呢 这样的大人物竟然亲自来见我 您太有面了 赵总 来了 来了 赵总 好久不见 灵异 怎么是你 赵先生 灵异先生是我们市场部新入职的经理 请您放尊重些 什么 她是经理 赵总 赵总 轻不惊喜 意不意外 你不过就是个有点抽钱的爆发货 有什么资格成为威力的高管 我有没有资格 不是你说了算的 既然如此不认可我 那这合作也不用谈了 你们可以离开了 可恶 赵总 赵总 你快醒醒 别吓我呀 灵异 你等着 赵先生不会放过你的 我可什么都没做 大家都看见了 咱们这位经理也太有节目了 是啊 还是第一次见到拒签吐血的呢 林经理 这是您的办公室 请什么您喊我 给我准备一台能连接内网的电脑 我要开始干活了 好 啊 终于搞定了 林老弟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优秀又这么努力的人 赵大哥 你看看这些代码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太完美了 这代码要是交给那群老万 最起码要三个月才能搞定 没想到 你一天就完成了 我明天就去和董事会商量 你晋升执行副总的事 算了 沈大哥 我想这份工作我干不了太久的 为什么 是对哪里不满意吗 没有 我准备回国了 回去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吗 还是留在威力吧 我遇到了一个人 愿意倾家荡产地给我提供经费 还不限制研究方向 别开玩笑了 林老弟 这怎么可能啊 要是真有这么好的事 我也愿意走 好 沈大哥 我代表龙心研究所 承邀您的加入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中海龙心研究所的所长 林毅 所以你入职威力 其实是为了接近我 对 这是我们所研发出的芯片2.0版本 完全可以匹敌威力的最新技术 我准备自己做光刻机量产 什么 你要自己做光刻机 没错 我们不能总是受制于人 只有研发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光刻机 才能在这个领域领先世界 沈大哥 你难道想一辈子四海回家吗 难道就没想过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 我当然想为国奉献 可是 我知道你的顾虑 这是我银行三十亿存款的证明 龙心账上还有十亿 我向你保证 资金和学术自由 绝对不是问题 林毅年纪轻轻 竟然会有如此雄厚的实力 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林老弟 我相信你的诚意 但我的弃儿都在这边 我没法立刻做决定 没问题 我可以等你 如果你的团队 有人愿意和你一起回去 你就全带上 薪水就按这边的给 我再每人送一套房 等你想好了 给我打电话 我派专期来接你们 虽然知道了他的目的 却一点都讨厌不起来呢 我回来了 嫂子 你这手磨咖啡味道真不错 小姨你喜欢就好 等回国了 你可以天天过来喝 林毅 你怎么在我家呀 说来也巧 我刚刚在超市碰见了嫂子 聊得十分投机 就跟嫂子说了回国的想法 她已经同意了 沈大哥 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搬家吧 我就晚回来这么一会儿 家被偷了 我给大家带了礼物 你们分一下吧 林总 你回来了 见到沈天卓了吗 我亲自出马 自然是轻松拿下 沈天卓和他的团队 已经同意回来了 什么 不仅搞定了沈天卓 还挖回来他整个团队 林总 你太厉害了 简直说的偶像 我这样子 就会说 瞬个字幕 你们你给你看 他现在的天卦 都不 breakdown 你另一天 我才会说 真 早 这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